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怎么样制作硕糖 也就是做糖花主要的一个原料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准备了两份超细糖粉 建议一定要用超细的哦 一份我准备了350公克 一份准备150公克 另外准备了还原蛋白 会使用还原蛋白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确信我们目前是受的一些蛋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我用还原蛋白 这里的还原蛋白方式是依照它配方上面的一个建议 就是一颗蛋的分量是两小匙的还原蛋白粉 加上两大匙的水 把它调和到没有颗粒为止 它的分量就是一颗蛋的蛋清分量 接着就是10克的泰勒粉 建议各位在泰勒粉的选择上也要特别的注意 让这个泰勒粉是一个非常质地非常好的 可以帮助你的硕糖的延展性 另外这里是有一个应该是选择上可有可无的一个材料 当然如果有你可以让你的硕糖更好操作 这个材料我们称之黄原椒 也就是俗称玉米椒粉 那在一些西点面炮的师傅来说 对这个材料并不陌生 这里准备的大概2到3g 各位看到这个是葡萄糖浆 在葡萄糖浆的部分我准备了是35到37 我会依照这个环境的湿度呢 做一点点调整 我会使用葡萄糖浆 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 也觉得葡萄糖浆的延展性非常好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用玉米糖浆来取代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里是白油 白油准备了一大匙的白油 另外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吉利丁粉 吉利丁粉我们准备的是12g 12g我们会配上35cc的水来做融合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我把葡萄糖浆跟吉利丁粉 我们加水以后呢 把它全部拌匀 用小火非常小的火泡 慢慢的让它调和 我建议要隔水加热了 隔水加热的话我们比较能够控制一下它的一个状态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它能够拌匀 而且没有颗粒 当你的葡萄糖浆跟吉利丁粉已经通通融合了 而且没有颗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把我们的白油放到这个葡萄糖浆跟吉利丁粉里面 好我放进了白油了这个时候呢我通常会把我们的火关掉 关掉的目的呢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温度能够逐渐的降温 因为白油放进去以后相对的它的温度也会逐渐的下降下来 很快的油就会跟刚刚的已经有一些温度的吉利丁粉 吉利丁水跟葡萄糖浆融合了 它做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温度降下来以后 等一下放到我们的糖粉里面 还有跟我们的蛋白还原蛋白就很快的可以一起搅拌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充分的把葡萄糖浆 我们将吉利丁粉以及白油全部通通混在一起 而且它的温度已经回到我们的正常的常温里面 我们把糖粉分做350跟150的原因是在150的时候 我们会加入我们的泰勒糖浆粉 以及我们的黄原椒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部分呢 我称这是干粉先做一些拌匀的动作 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呢 要把我们准备好的环原蛋白氢 放到350克的糖粉 以及我们准备好的吉利丁 葡萄糖 还有白油的部分倒进 我们会用慢速先把它拌匀 然后我们可以转到中处继续的 然后我们可以转到中处继续的 让粉跟我们刚才倒进的液体 可以发现它会有点粘稠哦 再把它转到中处继续的打 我通常会打差不多3到5分钟的时间 因为我要确定让糖粉 跟我们刚才的准备的倒入液体的部分 全部通通搅拌得很均匀 三分钟过后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原本准备的糖粉 跟这些液体打到颜色非常的漂亮 现在颜色越来越白 各位可以看得到现在的状态是等于非常的粘稠 可以慢慢的把准备的150公克的糖粉 放进去以后 它就跟原本的糖浆再做一些搅拌 打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就把它关掉 免得你的搅拌机承受不了哦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已经打好的糖团 也就是我们的塑糖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完成之前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呢要把这个 这个已经打过的这些糖团呢 跟它再揉一下 就好像我们在揉面团一样 我们取向它的糖团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一块一块的搓揉 让它的表面变得更光滑 各位可以看到它非常细致 弹性非常的好 那你在揉完了以后 记得要在表面再涂抹一下 shortening就是我们的白油 或俗称酥油 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保持它的湿度 你的糖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可以擀得非常的薄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在常温 经过12到24小时 你就可以放冷藏 冷藏我们大概可以至少保存 半年到一年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今天所做的 硕糖的示范教学 那这个500公克的硕塑糖 你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花 希望各位会喜欢我今天的示范说明 谢谢 谢谢 谢谢